嗚嗚嗚嗚 奧古的JPC 先說一下 不是我要嘴臭 只是這件能嘴的地方真的太他媽多了 只想有點的話 影片不到15秒就結束的那種 Racer Shock Racer Shock 這機房Cryposition的JPC1.0 如果你擁有過原品 你大概可以看得出奧古的版型很詭異 過間的三角形肩帶 沒接到板帶的邊角 Molly跟邊緣的間距 我嚴重懷疑奧古是拿大陸防品的版型來做 因為剛入坑什麼裝備都是價格低到高在尋的我 印象中有看過非常像的版型 稍微查了一下 歐摩還真的蠻像的 我防你的防品 邊角凸出來非常難看 邊緣有助加固 但也只是徒勞 上方行政帶 開口小到口碑 原因是邊緣直接縫合 讓你想開都欲罷不能 當然做工還是偷懶一搏 內部鬆緊帶還行 Molly兼具不移 我快死了 微笑著面對他 哪怕你每格只差1毫米 長度一拉長 之後的Molly 就會錯位 而無法使用 What can I do? 不知道奧古是拿到哪一家的防品 這前板接合點正是前無古 然後無來者 直接用魔鬼沾黏 我們來看看拆裝前板 還要對陣有多麼的快又方便 雙中碼 這是你 除了很多人 直接把肩膜接近 選擇選 還看起來 因為 雙中碼 它還是最 helping 把肩膜接近 但是 我也去做了 很細胞的黃色 還看起來 它是非常酷的 沒有跟手上的 連接合 做個可拆卸的有毛用啊 我又死了 等等 你以為這樣就結束了嗎 這就是療療 原品側圍的魔鬼站是用毛面包住邊緣 面積又大可以很好的抓握 到奧古這邊就成了比較簡單的設計 相互避開的拉環材質很滑很難用 不如直接用手指摳起來撕 再來看這個板帶拉餅單面迷彩 擺成這樣生怕你沒注意到它 原品雖然也是單面 但人家好歹知道要把白色的那面藏起來 而且奧古也不是沒有雙面迷彩的兩公分織帶 你就算換成毛利用的一吋織帶也好啊 板帶邊緣只扯一邊 完全沒做薄邊 像這樣把布邊暴露出來 只會有一種下場 Blau oba 最後我還發現奧古此處切口位置不正確 questa切口放在壓力點上就感覺挺不妙的 說不定我夢到有人說 走一走扛那板子直接掉出來 就是因為這個原因 中間的網眼部有做雙車縫 哦除了頂端 個人非常討厭這種網眼布 感覺像夜市廉價貨會用的材質 刮皮膚還不耐磨 原品的網眼布很厚 但我發現穿久了 身上就會出現硬痕 所以我比較偏好這種網眼布 既不會像原品那麼厚 表面也更滑順 即使裝上了抗蛋板 板帶依舊很鬆 原品用的是4A Stretch這種材質 輕量透氣耐磨有著些許的彈力 主要是為了應對不同品牌 不同形狀的抗蛋板 能讓使用者有更多的選擇 而到了奧古這邊 沒有這種材質 所以就直接做寬鬆一點來應對 奧古側邊沒有做出原品的日字扣和T扣 但我個人是不會想去這樣穿 所以沒有的話也沒差 側圍魔鬼磚跟織帶的接點沒有夾骨 在買之前我還以為奧古不會加任何的塑膠條 結果我錯了 還真的有一個超軟塑膠條 用點力就可以凹著 這裡出現的縫線錯誤我也不意外 側圍彈力神太細 後板帶用於保持側尖隔的紙帶 做工偷懶 直接將兩條加固合成了一條 原品會做兩條是有原因的 摩尼尖鞠至少比前面正常點 最後 尖帶 前面提到加固也沒用的尖帶 雖然奧古之後有出JPC第三代 並聲稱解決掉了這個問題 但還是不建議把你的生命安全放在這種材質上面 除非你跟我一樣只是一個Lopper 天電先蓋過短 還沒包天線或是水管 魔鬼磚就已經暴露出來了 而且還是勾面 能很有效的刮壞你的牆背帶 外側用於整線的魔鬼站 不是雙面的 甚至還有朝下超尖的邊緣刮你的皮膚 不了解到底為什麼要這樣折 布料也過硬 彎曲時的折角 會讓你的脖子知道 這間點有多麼舒服 還有一隻手 有這麼多的一件為 我身邊很會被人認識的